每年到了12月 处处充满圣诞节的气氛 但是在台东 大多数的孩子 不曾收到过圣诞礼物 事实上有超过四成的孩子 来自贫困弱势的家庭 他们的基本生活和教育 完全仰赖政府的照顾 这些孩子虽然在物质上匮乏 却很乐观知足 他们有许多出色的天赋 却常因为资源不足而被埋没 你想知道 他们的圣诞愿望是什么吗 你想成为 送他们第一个圣诞礼物的人吗 云端爱宴 邀请你 一起来为台东的孩子圆梦 他不住在飞机 他在屋里很单身 一份礼物 一个希望 相信爱能改变世界 我出现海洋流泪的夜 这是耶稣的旋律 也是你我的 联系当节